圣地亚哥的政府首付补助已经发布了 最高可以给到购房者17%的首付补助 现在就给大家详解一下补助项目的要求 如果有符合条件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申请补助的机会 首先补助的申请人必须是首次购房者 也就是近三年内宁夏没有房产 信用分达到640以上 购买的房子必须用来自住 此外申请人还需要完成购房一对一咨询 和购房者教育课程 培训机构的查询地址会放在视频下方 除了补助的部分外 借款人的首付最低仅3% 但这部分首付不能使用赠与金 总首付不能超出房屋买价的25% 也就是如果自己付的投款部分超出8% 补贴金额就会相应减少 因为是针对于中低收入家庭的补助计划 所以这个项目对收入也有一定限制 要求家庭总收入不超过圣地亚哥收入中位数的120% 具体收入要求如图 举个例子 如果是两人家庭 则家庭年总收入不超过11万2100美元 年满18岁家庭成员的收入都需要计入在内 这个项目可以购买的房屋类型有 Single Family Home Town Home Condo 购买的房屋价格上限为每月发布的销售价格中位数 查询地址也放在视频下方了 目前购买SFH的价格上限为93万5千美元 购买Condo的价格上限为62万9千美元 购买的房屋必须位于圣地亚哥 County 包括以下这些城市 补助金额最高可达房屋估价的17% 或者买价的17% 两者取低 补助部分利率为3% 30年期限 30年内无需偿还 只有当卖出 转让及出租房产 或贷款到期时 需要偿还补助部分及相应利息 帮大家计算了一下 17%政府补助 3%首付的情况下 能买到的房屋价格 以及月还款金额 除了17%首付补助项目外 圣地亚哥还有一个4万美金的买房补助 4万补助主要面向少数族裔群体 收入限制更加宽松 下面就来了解下和17%补助的不同之处 除补助部分外 借款人最低首付仅1.5% 可以购买的房屋价格上限为125万美元 购买房屋必须位于圣地亚哥市 可购买的房屋类型有 Single Family Detached Home Condom Town Home 或Manufactured Home 家庭总收入为圣地亚哥收入中位数的80%至150% 具体收入限制如图 这个项目的补助金额最高可达4万美元 其中首付补助最高2万美元 贷款费用补助2万美元 并且贷款费用的补助是无需偿还的 首付补助部分利率为1.5% 15年期限 前7年无需还款 从第8年起 每月偿还补助部分的本金及利息 没有提前还款罚金 可以随时还款 如果15年内出售房产或出租 转让 套现在融资 也需要偿清补助部分及利息 目前这两个项目资金仍充足 符合条件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领取补助的机会 抓紧联系我们申请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